天气渐渐热了起来 玉里大西瓜在五月份也正式进入产季 第一期西瓜生长期 风调雨顺产量品质都非常好 预期农会也会借着农民节举办 同步启动玉里大西瓜产销工作 同时决定要挥军北上展示展售 让全台湾的民众知道花莲一切安好 欢迎大家来支持花莲 一卡车的玉里大西瓜开到现场 工作人员分工合作 切捧打西瓜 不论是切块分装还是打成西瓜汁 在高温炎热的天气里 成为了人人必排的消暑盛品 会买一笔西瓜吗 对 那你觉得一笔西瓜的后味怎么样 跟大家说一下 跟外面的跟其他地区的比起来 是比较清甜 对 然后口感也比较好吃 哦 这是西瓜汁 哦 对 西瓜整个 就觉得喝起来就很甜这样子 对 但是每年的西瓜你都会买玉里的还是其他的 呃 我会买玉里的耶 就玉里吃起来比较 然后就是毁说不出 喝啊 说好吃的 好喝 好喝吗 好喝吗 好喝 好喝 那喜欢不喜欢 喜欢呢 喜欢哪里的西瓜 玉里大西瓜 以秀库卵西接近无污染的水栽种管理的玉里大西瓜 健康安全 口感沙脆 香甜多汁为消费大众首选 也受到全国消费市场的青睐 特别将农民节选在五月半里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仲翰表示 借此同步行销推广玉里大西瓜农产 这个礼拜也开始 花莲炸西瓜已经开始出货了 开始采收出货了 那今年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现场也都有试吃 还有给大家品尝这样子 那今年的天气各方面 对水稻跟西瓜的天气都很适合 那他们也很丰收 玉里大西瓜第一期生产期 崩条雨顺产量品质都在水准之上 即便这一次受到花莲连续强政的冲击 来的人少 西瓜农产运销交通成本也增加 不过玉西农会除了是产地自产自销 也规划近日内将前往台北大都会地区 进行产销推广 主动出击来增加农民农产经济收入 也让国人知道地震之后 花莲一切安好 邀请国人共同以行动支持花莲农产业 成为花莲从地震灾害中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